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中国简报 我们为您带来全球媒体关于中国时政、经济和社会的最新内容,以及独家分析 我们可信、专业、多角度的中国报道,为世界精英提供判断、决策参考 中国简报使用多种语言发行,包括文字、视频、播客、书刊多种形式 同时,我们也在六度世界进行全天候播放 我们为您带来全球媒体关于中国时政、经济和社会的最新内容,以及独家分析 我们可信的、专业、多角度的中国报道,为世界精英的提供判断、决策参考 中国简报使用用多种语言发行,包括文字、视频、播客、书刊多种形式 同时,我们也在六度世界进行全天候播放 中国如何控制8.3万亿美元的财政危机 彭博社报道,中国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LGFV 如果债务违约,可能会触发中国的明司机时刻 迄今未止,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的规模几乎与官方政府债务和银行贷款相同 去年未尝还借款达到36万亿元人民币、5.2万亿美元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为基础设施、提供资金并支援当地经济 但尽管提供公共服务,但仅向买家支付4.3%的收益率 由于较贫穷的省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较小 被世卫风险更大 他们可能会有更多的借款换成官方政府债券 但如果更繁荣的省份违约 这可能表明中国已经到了明司机时刻 这里是中国简报 中国被指控恐吓国会议员及其家人 英国每日电讯报道 英国几位著名的保守党议员声称 中国政府正试图通过监视他们的家人 并使他们受到网上虐待和威胁来恐吓他们保持沉默 一名国会议员声称 一所中国大学威胁要从该议员的孩子申请学习的机构撤回资金 而另一所议员的孩子计划去度假的路线被打乱了 据称批评中国的人士在穿越或前往中国十面临障碍 以及网路骚扰 包括网路攻击和社交媒体滥用 虽然很难证明这种行为与北京有直接联系 但议员们的说法表明 他们担心受到中国政府的监视 世界各地的政界人士越来越多地努力应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并且越来越直言不讳地批评中国 英国首相鲍里斯詹森 Boris Johnson的立场比他的前任利子特拉斯 Listros更为温和 称中国是划时代的挑战 而不是彻头彻尾的威胁 这里是中国简报 普京在莫斯科会见中国国防部长 半岛电视台报道 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 昨天会见了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 讨论了该国与莫斯科的关系 中国与俄罗斯的接触增加 是其试图通过使其外交政策 与俄罗斯更紧密地保持一致来削弱西方民主国家 影响力的结果 中国拒绝批评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事介入 而是指责美国和北约 然而 中国越来越多地参与这种伙伴关系 表明北京将成为这种关系的高级合作伙伴 因为他在乌克兰冲突弃监委俄罗斯 提供了政治掩护和经济支援 这里是中国简报 美国国防开支有礼 战胜中国 南华早报报道 在为2024财年为美军寻求资金的 国会拨款委员会的讨论中 中国主导了讨论 美国国务院和军方领导人呼吁关注无数问题 从北京不断扩大的核武库 到中国军民融合战略构成的威胁 该战略旨在争取私营部门发展先进的国防技术 这纵关于中国的两党协定 与国会山的罕见协定有相似之处 这使得预算要求更容易与军费开支的理由相匹配 空军部长富兰克 肯德尔 Frank Kendall 强调了对中国不断上升的核武器储藏的担忧 而海军部长卡洛斯 德尔 托罗 卡洛斯德托罗 则谈到了中国的渔船船队掠夺在捍卫其专属经济区方面薄弱的国家 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 米利将军解释了美国必须在所有战争领域战胜中国以维持和平 这里是中国简报 巴西卢拉呼吁和平组织促成乌克兰与俄罗斯谈判 路透社报道 巴西总统陆卢拉提议建立一个不参与俄乌战争的国家集团来调解和平 并表示他本周早些时候已与中国总统习近平讨论了此事 卢拉一直批评美国和欧盟在冲突中的作用 并正在召集一群更喜欢谈论和平而不是战争的领导人 然而自一年多前俄罗斯入侵以来 美国和欧盟一直在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和其他支援 卢拉重申 发动战争的决定是由两个国家做出的 似乎也将一些责任归咎于乌克兰 这里是中国简报 不难猜测 乌克兰在俄罗斯武器中发现了更多中国部件 悉尼先驱陈报报道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会见了中国国防部长李尚夫 强调了两国之间日益密切的接触 总统沃洛德米尔、泽伦斯基办公事的一位高级顾问 上周告诉路透社 乌克兰正在发现俄罗斯在乌克兰使用的武器中中国部件激增 而西方产品则受到制裁 人们越来越关注所谓的两用产品 包括电子产品 这些产品存在瑜伽用物品和导弹中 由于制裁 许多西方对俄罗斯的供应已经枯竭 导致该国从中国寻求他们 这里是中国简报 中国应直接与乌克兰对话 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 日经亚洲报道 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何赛普 伯雷尔、Joseph Borrell 表示 中国可以通过直接与乌克兰对话并避免军事行动来帮助 解决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战争 伯雷尔建议 中国可以通过中立做出贡献 因为它是与俄罗斯关系密切的联合国常任理事国 这里是中国简报 空客在中国航空市场是否比波音更具优势 南华早报报道 法国航空航台公司空中客车公司预测中国航空市场将大幅增长 未来20年中国航空运输量将以每年5.3%的速度增长 这一较高的增长率明显快于3.6%的世界平均水准 因此对新客机和货机的需求强劲 空中客车公司认为 到2041年 中国将需要8420架此类飞机 占同其全球预计约39500架新飞机总需求的20%以上 上个月 空中客车公司表示 其位于天津的A320装配厂的运力将翻倍 并通过向中国出售150架A320和10架A350宽体商用飞机来加强进入中国航空市场的机会 这里是中国简报 德国支持关键矿产丰富的国家建设加工能力 路透社报道 德国总理奥拉夫·舒尔茨 Olaf Schultz表示 德国政府希望说明智力 印尼和纳米比亚等国在丰富的矿区建立自己的加工基础设施 其目的是减少对中国涅等关键矿产供应的依赖 肖尔茨认为 这种投资将创造更大的地方繁荣 并增加欧洲的供应选择 他还宣布支持欧盟和印尼之间的新自由贸易协定 自2016年以来 谈判一直在进行中 这里是中国简报 澳大利亚媒体不顾政府的担忧继续使用TikTok 悉尼先屈臣报报道 澳大利亚的媒体公司继续使用视频 共用应用程式TikTok 尽管联邦和州政府都担心安全问题 在过去的两年里 一些出版物培养了数百万年轻粉丝 他们通过中国拥有的应用程式上的视频参与新闻报道 天空新闻宣布计划出于 国家安全考虑停止使用TikTok 但其他媒体组织表示 他们没有计划限制该应用程式的使用 TikTok澳大利亚总经理李亨特 李汉特 敦促媒体机构不要受到牵强附会的假设的影响 由于与中国的联系 TikTok面临安全风险的批评 但该应用程式一直否认这些指控 称其在美国和新加坡存储数据 澳大利亚政府已禁止政府工作人员 在工作场所设备上使用该应用程式 习近平的权力和他的执行官 一书全面分析了习近平的权力结构 深入研究了他如何巩固对中国共产党 军队和经济的控制 并探讨了他所实施的制度性变革 本书详细介绍了 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人事安排 重点关注了在中国拥有最大权力和最重要职位的26个人 为读者提供了对中国未来高层政治方向的清晰理解 该书可在亚马逊上以Kindle电子书和平装书的形式购买 并提供多种语言版本 购买该书中文版的链接是 https冒号-mzn.to-3jlz 通过中国简报了解全球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消息 分析和政策简报 我们的团队汇总综合和总结来 资格众来源的最重要信息 包括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 我们的使命是为您提供易于访问且非常有价值的信息 这些信息是根据您的特定兴趣领域量身定制的 我们了解了解与中国相关最新发展的重要性 并旨在让我们的读者能够理解这些信息 访问我们的网站3w.62.word 加入对话并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消息